发生什么呢 在最后一天 你明知道自己已经无缘了 对 然后我快了一下 对吧 奔放一下是可以这么打的 其实在天地里这边 被悟空给抓了 本身之前两个队伍就离得很近 而彩虹楼这里 CDG撞到了 Pair竞点 小左轩顶一颗手雷 先把王萨萨给放倒 竞点是一波一打一 超级泡泡那边正在支援 一个特殇第一时间没有秒掉 木子里这个枪 拉出来 血量不是很多 直接被放倒 但是由于原点零强的出枪 X-Left爬进了防徐当中 第一时间没有被捕 超级泡泡在进点 就看长龙的发挥了 AZ也过来了 这一波 看看道具能拖多长的一个时间 闪白了以后 可以有机会去服队友 然后CDG进点赶紧过来 但临场变得这个位置好难过呀 想以兄弟没机会呀 这个车库的位置 直接被黄英明给踩死了 那锁定最后一个点位 就是在这个方式的 抓了一个timing 黄英明要补 没有赶紧过来 黄英明这个手雷正好是 淘汰掉了泡泡 对的 而且刚刚泡泡出现了一个失误 他想跳窗 有没有机会夹过来吗 现在主要是怪兽这个点位 他是一个人放单的 在这个底坡被发现了 而且另外两兄弟还没有赶到 徒步在跑的话 这边车不带棚 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留下来一个人呢 整车走 整车走 差一枪 差一枪 还是被旺泽给打下来 还是被旺泽给打下来 我知道 原来你是这个小房区的 等于是打了一环银 谁也没有占着太大的便宜 对 可能还是想要去找一些 观察的角度 去看看圈中心的一些方向 阿维奇摩托车 这摩托车确实是不好开啊 这暴力摩托车开不动 开不动的 嗯 我想起来了 一门棍 在摩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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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打下来 是的 摩托车上 这个子弹 好的 小童也是打掉了 薄梁 好密集啊 感觉都在 都在打薄梁 谁谁也招架不住吧 还有细节 自己离得最近 所以先跑到最远的 那个地方 嗯 然后让第二个兄弟 过来捡近的这个 这个会极大的缩减 这个捡空头的 小凯 打成了一个残血 近点不能埋了 但这个位置的话 想要打药 无疑是等于 白给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 主要是白龙马 也是一个残血 他想往后撤 然后另外队友也 被天龙那边打掉 悟空直接被淘汰 没错 可惜就可惜 在一开始扫车的 哇 这个4AM 居然一路 见缝插针 嗯 他绕过来了 走到这里来了 还 是的 这一局 他们运营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但是这个位置被爆抽啊 嗯 就山顶的厕所 先呆吧 是的 能不能队友 挪一挪 把小鹿先给扶 因为SMS在之前 是比较喜欢去打电场的 在这种圈形 他们很喜欢去控 小玄子那个防区 一旦圈 往山下去走的话呢 利用手上的投掷物 去清这个反形波 优势非常非常的大 是 小鹿又被放倒了 一颗手雷 烤鱼过来 是炸到龙镇拳 现在只剩下了永远 对 SMS在打这样的一个 地形的战斗的时候 优势确实很大 是的 直接往前点 一个人拉过来 但Forever的枪感很好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只能顶一个啊 顶完了以后 现在哈这个信息一跳 另外 太肥了 New Happy做的这个处理就是 啊 兄弟们你们先去啊 先去打 你们没有位置 我边上还有一点点空间 可以待的 哦 一瞬之间 田路状态找到了 这是会一个转机吗 是可能三个空头的New Happy 来了 DT不管了 小鹿这个位置一撕 侧面有出枪 菠菜连续放到了 六腰和Spaceman 来看看手雷的精准程度 KRG三人还在场上 远点还有七五五的一个出枪 AK King来了 AK King再打一个吗 有的 再抱头 打倒高兴 无差别对待啊 SMS这一波圈架就是 左打KRG又打DT 来了最后一个小轩 但是在厕所里面 New Happy也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推土模式 JF已经倒地两个人了 然后进点看一下 Atomo这个手雷 能炸几个 没炸到 还有一颗手雷 明明马上到位置了 明明马上要到位置了 高点 掏雷了 哦 Atomo一雷双响 厕所两个人 直接被拔掉 但是自己也被换身给打掉 对手的补偿真的是太快了 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的 呃 对手雷双响 已经有人在服了 全是往南进 这个 空灾 是的 再来一波急火 锁定林萌最后的位置 对手雷双响 能往左侧去绕 但是这边刚好有卡屁股的SMS 这个底波真的不太行吧 提起出枪 确实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再往前开的话呢 永远是一个靶子在被人家扫 嗯 他一直在打药等 他就剩两个包了刚刚 现在只剩一个 刚打了一个 哎 硬打了一个 能不能补 不打药了 想硬补 呃 还是在稳一稳 啊 雪亮 我一直被炸死 是的 换掉了 林萌补掉了 哎呀 SMS好头痛啊 我都听到了 烤鱼锤桌子的 TMA小海一个手雷 丢过来 现在四个人站的位置有点紧 一雷双小 雪亮都不多 AZ和长龙 坏了坏了 这边经典的话 要被小海给穿了 小海再打一个 给个燃烧瓶 再往前走 哎呀 最后手雷过来 露露是不是伤害的吗 还是把AZ给淘汰的 然后 那这小海穿三个 是的 穿了三个 嗯 一雷双响加一个投注 哎呦 想就没有摁住 投注在脸上了 是的 把帮模式开启啊 天吧 现在就 也忽丢手雷 三个 四个手雷 哎呦 人造轰炸缺啊 是的 速球也炸到了 玉玉 看下速球后续跟上的雷 怎么样 还有雷吗 双方都在忽丢手雷 这个手雷 有了 牛Happy抓到机会 来到了天鹿的屁股 但是今年还有一个TMA TMA也来 不管了 天鹿和时期在打架 自己先管屁股 给TMA先把他赶走 黄包都是手雷 在招呼对手啊 对 露露的一个投注 直接将冥冥给炸到 小鬼的输枪 莎莎也倒下 投注全都用完了 崔七一 投注人出来 天鹿的小童也直接被炸倒 天鹿瞬间被淘汰出局 这一波发生 永远优势最大的那边 三个有投注的兄弟往前顶 林树一个人挂火 他太团队了 他在看其他的队伍 有没有召变的可能性 另外一边 SMS过去找TMA 直接被TMA给接下来了 状态拉满了 TMA刷屏 吃了两颗闪光以后被 就是他是被天鹿一路往前驱赶的 然后TMA正好架住 打掉了十七兽 现在只剩下了小鬼 这个位置也很难受 但小鬼也是抱头打掉鹿鹿 不过你要说他活下来的话 确实很难 唐弟弟 林树和唐弟弟的 二人配合 夹角枪线 周平和明明都直接被捕 New IP没了 这一场战斗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天鹿这里再找十七呀 小海又放倒了唐弟弟 TMA现在优势就是在于 我可以倒 因为投资物都用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有这个高点的板坡 他是可以扶的 是的 我的林树反打 打掉小海 林树在这种时候 一直想要去找机会 去压制前点的TMA三个兄弟 但是牙匹作为指挥 他也在让后 一波被刺 第一时间没有将林树给拿倒 反而是看到了另外一个兄弟 崔七 在底坡 被牙匹找到机会 打掉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点的 小鬼出场他直接针对了一手天霸 被林树反打 现在是一个一打二 一打二 而且TMA他今年两兄弟是可以服的 林树只能找这波机会 哦